其成也就是俗称的栽丁 目前正值产期 水里乡一位湖姓农民 长久以来都采用自然农法 不使用农药以及化学肥料 因为农民坚持采用自然农法的关系 所种植出来的栽丁 有大又多枝 欢迎民众多多选购 农民坞先生也指出 正然农法就是利用天然的材料 来自做杀虫剂等等 种出来的栽丁品质相当的好 再加上人工熟悉 让许多的老顾客都会回购 自然农法就是 撒糖的时候 我用过茶叶加粉泡水 进去稀释 还有就是撒粉的部分 我就是用脏脑油 脏脑油入去杀菌 对人体都没有什么损害 我们是都用脏脑油 因为目前市民上的 桂枝蛋没有在买 我们都用脏脑油 因为我的身份 所以我这买的价格 比到百人的价格来说 我这买的价格比较适合 先元肖治权肯定农民栽种的用心 为了消费者的健康 也坚持采用自然农法来栽种 尤其目前正值栽丁的产期 欢迎大家可以多多选购 水里乡特有的水果 高山几层 最近都一直陆续在开采 我们知道几层是相当的好的一个水果 不仅多汁 而且相当的甜 肉质也相当的嫩 这是我们水里乡的特产 不仅在新农村 农民也表示 直到元旦都会陆续的采收 欢迎喜爱栽丁的民众 要好好的把握机会 记者邱秉毅 水里乡采访报道